洪仲秋枉死案激起了许多民众的愤慨之情 不少人在网络上串联 要在明天发起包围国防部的行动 希望能够号召五千人参与 民间团体也要求比照江国庆案 由公正的第三方借入军方调查 希望让真相赶快水落石出 陆军下市洪仲秋在关禁闭前一天 发出扯救简讯曝光 洪仲秋表示自己有轻微幽闭恐惧症 不知道是否能撑过禁闭七天 也提及体检时看到连上市官长 拿饮料去八一三医院的体检部门 质疑是不是因此加速体检报告出炉 追医局表示关禁闭的体检项目相对简单 报告很快就会出炉 当天洪仲秋的体检报告一出来 就有专人临走 如果没有专人来拿的话 可能会花一个几天时间 比如说他要用记的方式 当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全正常的状况 但是毕竟他来拿 我想医院也没有说是 你不能来拿 就是说你不能来拿 因为他的报告毕竟已经完成了 据医局表示 洪仲秋六月二十三号上午十点半左右 到国军桃园总医院新竹分院体检 下午一点多就检查完毕 报告在下午四点五十五分出来 部队在六点半把报告拿走 而对于外界关注洪仲秋身体BMI直高达三十三 医生是否建议洪仲秋BMI超值不能关禁闭 据医局表示医生只会把体检报告呈现出来 交给部队判断 不会提出建议 而为了声援洪仲秋 公民一九八五行动联盟发起公民教招 二十号上午包围国防部抗议 联盟预估至少会有五千人参加 希望洪仲秋案能够比照江国新案 由公正的第三方介入调查严惩失职人员 还给洪仲秋及家属一个公道 二十号晚间也将在立法院周遭举办 烛光晚会为参与的民众上一堂公民人权课 来彰显军中人权 记者林姓张国良台北报道